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空过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长色白皙 这个手长指长 是偏水行手 水行手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那么从掌面偏硬朗 纹路有些杂乱来看 偏主线比较深刻来看 也是有一点木人的领子 是木水结合的掌型 有木人的多丝善母 有水人的温柔敏感 是典型的女人手 那么我们从手指形态来看 手指小指有些稍短 外皮和子女缘分比较浅 但是指接间也见一些米康树文 那么凭借木人的这种 这个木人也有一点筋骨质 所以说做事也是勤劳肯干 事业心非常的强 从事业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凭借自身的一个勤劳努力 这个小康生活不愁 接下来我们看掌丘和纹路 掌丘来看 月丘是非常的饱满 这也是符合木人的特质 月丘饱满的人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做事想象力丰富 创意十足 会感悟能力很强 领悟能力很强 但是就有一些不切实际 从脑线弯曲有弧度也可以看得出来 是一个脑线弯曲有弧度的人一般的爱幻想 同时纹路也是有一些杂乱 纹路一些杂乱 纹路乱的心绪不宁 想的比较多 这也符合木人的特质 多思 个性稍显敏感 这是从月丘饱满可以看到 那么金星丘刚才讲到了 有一些青筋浮现的 也带凹陷的 所以说体质一般 从生命上比较浅淡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三大主线当中生命上是最为浅淡的 不过湖河火星丘倒是饱满 那么表面上看似柔弱 其实内心还是有勇气和魄力的 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 它勇于挑战困难 并且面对一些权威 它会敢于挑战 所以说这个人在出入职场的时候 容易在团队当中脱颖而出 凭借自身的一个聪慧的才能 聪慧和才能 包括自身的一个执行能力和事业心 不过我们说 这一点 包括和整个金星丘 还是有些不得配 体质偏弱 所以说过于有事业心 过于有勇气和闯荡能力 或者是有胆破 跟本身的金星丘偏弱 还是不得配 所以说还是要增强体质 才能够把整个自身的事业的潜力 能够激发出来 这是虎口火星丘 那么小指根部水星丘 也是饱满高龙 口才不错 沟通能力强 食指迅弓 稍微位置有些偏低 往下位置有些低 这是木星丘 这也是影响到个人的一个自信心 主事还是有一些少了一些自信 那么此处在传统手样当中 也是被称为正裁位 正裁位饱满 说明正裁还是不错 只是有一些杂文干扰 渐气符合动荡 那么从事业线的中期断开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中期出现的断开 那么接下来我们从纹路来看 纹路来看 很明显的 从注意到生命线 本体还是偏弱的一些 特别是在生命线初期 有些锁链 并且比较浅淡 从小体质不佳 运势根基偏弱一些 那么不过在成年之后 16到17岁左右 生命线慢慢加深 那么这个时候 体质慢慢增强 那么不过在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也是自身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这个时候见到纹干扰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守闻特点 就是在自身 那么独立 独立能力稍弱一些 包括体质也不佳 刚刚成年 体质刚刚好转的时候 又脱离原生家庭独 进行到社会闯荡 或者进入高校校园 有一些坎坷和磨难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同时也伴随着一些大的横门干扰 学业压力也比较大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生命线慢慢导文消失之后 恢复活力 那么在这个阶段又有一次 比较大的横门干扰 这个其实就是跟情伤有关 那么我们从花条垂直线 这个是22岁左右 这个是22岁左右 22岁左右遭遇情伤 从感情线初期的导文 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犯桃花节 犯桃花节 那么然后我们在不久之后 生命线又有一条横门 那么这个横门 从流年来看 大概是30到32岁左右 那么这个阶段 是遭遇事业的坎坷 事业的坎坷 从事业线断开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时也会伴随着情伤 伴随着情伤 从感情线导文 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阶段 是人生的一个低迷期 这个不是自身能力的问题 因为到了30到32岁左右 也是适应了社会 自身能力也是比较强 职场的一个事业心 和职场能力 在职场的能力各方面都不弱 只是遭遇了一些坎坷 这个坎坷 会让职场受到有一些瓶颈 感情也受到伤害 这个是一段低迷期 那么在恒温之后 那么又恢复活力 那么事业线也是得到延续 那么说明经过自身的调整 包括个人的贵人运 也是非常不错 两条太阳线加持 那么能够助力事业 助力事业 助力事业 重新恢复到正常 最终的事业方面的格局 是不错的 最终冲破了脑线和感情线 过了两道关口 一个是能力观 一个是感情观 所以说 这个事业线形成冲天文 是不容易的 那么在这方面 这个事业方面的格局不小 能够在事业方面 职场方面 有所斩获 有所突破 那么这个是 这个恒温 那么后面 我们注意到在中期 又有一道恒温干扰 这个恒温的干扰 跟身体素质有关系 就是一定要注意 这个脑溢结合 而且我们注意到 这个健康线 也是出现了 这个比较明显的健康线 我们的健康线 一定是要 一定是要 最好是没有 或者是不能 不能说是 这个有一些杂纹干扰 我们注意到健康线 有一些杂纹干扰 并且从这个生命线 延伸出来之后 出现一些弯曲 所以这个是一个健康关口 从流年来看 是在45到48岁左右 这个阶段 所以过了中年的几道恒温 我们看到生命线 后运是非常不错 少杂纹干扰 并伴随着一些 小的上升的支线 那么后运是非常不错 尤其是到了 从流年来看的话 大概是 55到60 这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是 那么喜事不断 家族喜天丁 或者是家族的资产 是日渐丰厚 那么人丁也是兴旺 我们看到这两条 上升线的一个效果 虽然比较浅淡 但是还是有 那么这个是整个 首相的一个分析 从文录和掌求 那么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